今天有跟妳說 這是我們最新的Windows 10 然後妳按這邊就可以看到 只是開始功能表 上面會有動態磚 所以像這個有說 這是麥當勞的新聞 它跳出來 我們再點進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我們只要針對有興趣的新聞 點進去就好 這邊帶有資訊在做跳動喔 那怎麼這麼厲害喔 還好啦 另外我們新的瀏覽器Microsoft 8 這款瀏覽器呢 它可以開啟閱讀模式 所謂的閱讀模式就是 本來會有一些廣告 但你當我們點下這本小書 閱讀檢視時 就可以消除旁邊的廣告 另外我們還可以點下這個畫 有一個建立網頁筆記 點下去之後 就會開啟畫 我們可以標示重點 在上面做圈旋或是換顏色 這樣就可以畫重點了 這個很不錯 而且這個新聞對你來說就很重要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喔 按下旁邊的分享一鍵 可以透過你有原本有裝的 然後是Mail OneDrive 如果下載Facebook 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出去 你做好了 這 這不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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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入電腦的時候 進入電腦的時候 你不是都要記很多東西嗎 對 現在你就可以直接用眼睛看這邊 就可以進去囉 知道 還有Windows Harlow 新的進入電腦的方式 然後如果我們開了很多應用層次之後 一點這邊工作檢視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開啟的APP 很方便吧 很厲害 你記得回家 你都可以免費升級Windows 10喔 在明年7月29之前 只要你更新到最新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8 Windows 8.1 都可以喔 不用錢 我要脫胎 你啊 你啊 很好 很好 很棒 你吃東西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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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麼人家搶的這個 只有三個兩大八萬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沒有